众说蓝谈风云 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最近NBC湾区记者谈到了勇士 现在可以补强的中锋 球队又必须在2月22号之前 填补交易约瑟夫后空缺的位置 候选人有考新斯 德拉蒙德公牛 小洛佩茨 国王 小奥托 波特 绝世和赛迪斯扬 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5人除了考新斯和赛迪斯扬 全部还没有被如今所在的球队买断 其中又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报道 赛迪斯扬已和太阳签约合同 将为新东架冲击季后赛 增加封线位置的深度 赛迪斯扬本赛季 至今场均上阵15.2分钟 得到5分3.3板2.2柱 投篮和三分命中率 分别为62.1%与16.7% 除此之外 太阳对签下高炮台加里纳利也感兴趣 后者此前被活塞裁掉 本赛季已效力过两支球队 场均贡献7.3分2.8板 三分命中率45%左右 言归正传 意味着以上5人里面 至少现在而言 勇士能签的只有考心思 18-19赛季 还被认为是巨头的考心思 就投奔过当时作为宇宙勇的勇士 以首发中锋身份常规赛 初战30场比赛 场均拿下8.2分3.6板 1.3段1.5帽 季后赛场均7.5分4.9板2.4柱 可惜最终非但没有捞到总冠军 还亲自见证一个王朝的崩塌 如果在考心思没有打台湾省T1联赛之前 说勇士要签他 很多人对此会喜出望外 同意这门轻视 虽然考心思在21-22赛季就离开了NBA 可大家都知道他油箱里还有油 人家曾在波多里个联赛场均不到26分钟里 场均轰下20.4分10.9板4.5柱 最重要的是考心思才33岁 放到勇士队内简直是精壮小伙子 可以拉低队伍的平均年龄 然而考心思在T1联赛云豹队的表现实在辣眼睛 打这种低级别比赛无场里 只有一场得分 勉强到30分 完全没有前NBA低大中锋的风采 甚至都不如普通外援 当然 不排除考心思在T1联赛打球滑水 没有完全发力以防受伤 因为他跟云豹队的合同 恰好是在今年NBA交易截止日前结束 但有没有想过 当NBA看到你连打台湾省级别联赛都费尽时 更不会提供一份合同 如果考心思真是怕受伤 影响自己重返NBA 而在T1联赛滑水的话 只能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交易截止日结束到现在 没有一支NBA球队有任何签下考心思的意思 勇士签回考心思这件事 只是玩去记者YY而已 顶多能作为参考 可的确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如上述所说 勇士需在规定时间之前 签下一名球员来弥补约瑟夫 离队带来的空缺 其次球队风透正进 以豪取五连胜 管理层为此会有动力加强隐员 看来看去 自由市场能签的 好像只有考心思一人 勇士目前缺的也就高度 所以新元最好能是中锋 哇 考心思准备要走狗屎运的节奏啊 NBA球员都有令人羡慕的高工资 1996年霍华德签下7年1.05亿 2017年库里签下5年2.01亿 2023年布朗则签下5年3.04亿 这都是球员工资的里程碑 而冬契奇明年将签下5年3.67亿 这个NBA历史上最大的合同 冬契奇的吸金能力联盟最强 冬契奇是2018年底三号新秀 他进入联盟后就表现出色 冬契奇进入联盟第二个赛季 就得到28.8分9.4个篮板8.8次助攻 他也入选了19-20赛季全明星首发 20-21赛季冬契奇再接再厉 他得到27.7分8个篮板8.6次助攻 他又入选了20-21赛季全明星首发 正是这两次全明星首发的荣誉 让冬契奇在21年夏天和独行侠5年2.15亿的续约 这也冬契奇能得到的最大合同 他因为两次入选全明星符合罗斯条款 他的起薪是22-23年工资冒的30% 也就是3710万美元 然后每年8%递增 因此冬契奇从22-23赛季开始 他未来的5年工资分别是 3710万美元 406万美元 4303万美元 4600万美元 4897万美元 18年新秀中亚利山大也拿的是顶星 但他因为不符合罗斯条款 他的起薪只有22-23赛季工资冒的25% 也就是5年1.79亿 因此亚利山大从22-23赛季开始的新税是 冬契奇5年215年的合同从22-23赛季可以执行 冬契奇拥有球员选项 因此冬契奇可以在26年跳出合同 所以他可以在25年夏天可以和球队续约 记者沙拉尼亚报道 冬契奇可以在25年夏天得到最大5年3.67亿的合同 这又是给满的超级顶星 很少球员可以达到符合这个顶星的条件 冬契奇要签下这份5年3.67亿的合同 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生涯从未换队 二是效率时间要达到7年 三是合同到期不超过两年 以上条件前三条都很好满足 现在的球星就是离队也会如杜兰特一样 执行完第一个顶星合同后才会换队 但即便符合这个条件 还有入选最佳阵容一阵 这个条件就太难了 而最佳阵容一阵全联盟才5个球员 比罗斯条款规定的全明星首发条件还要苛刻 塔图姆是2017年的新秀 他今年夏天最大可以得到5年3.34亿的合同 但塔图姆只是在21-22赛季 22-23赛季入选最佳阵容一阵 20-21赛季没有获得最佳阵容一阵的荣誉 因此塔图姆还不符合 冬季奇拿这样超级顶星的条件 塔图姆的5年3.34亿 比他能拿到的超级顶星要少一点 冬季奇从20-21赛季开始 连续3年入选最佳阵容一阵 他今年是NBA的得分王入选 最佳阵容一阵的可能非常大 因此冬季奇具备拿5年3.67亿超级合同的一切条件 冬季奇的5年3.67亿 从26-27赛季开始实行 如此未来冬季奇将成为联盟第一个拿8000万年薪的球员 他现在是联盟最能挣钱的球员 冬季奇18年进入联盟 他已经打了6年 过去6年他的工资分别是338万 371万 414万 550万 3091万 3339万 他的总薪税已经达到了8101万美元 冬季奇还要两年履行他5年2.15亿的合同 在26-27赛季执行他5年3.67亿的合同 未来两年冬季奇分别挣3586万美元 3833万美元 因此冬季奇在他2031年也就是他职业的第13年 他的总薪税是5.22亿 而那时候冬季奇才32岁 詹姆斯今年39岁 他历史总薪税4.79亿 届时32岁的冬季奇比现在39岁的詹姆斯的总薪税还要多 说冬季奇是吸金兽也不为过 以冬季奇的打法和他的健康状况 他可以如老詹一样打到40岁 冬季奇即便32岁还会签订一份5年的超级顶薪 那时候的合同可能是5年6亿 这样冬季奇的总薪税随便超过10亿 冬季奇也将是安倍第一个总薪税超过10亿美元的球员 以冬季奇连续入选最佳阵容 一阵和有望拿到得分王的表现 他拿再高的工资也不为过 冬季奇能拿高薪也和他一直为独行侠效力 这样他可以签5年时间的长合同 詹姆斯因为频繁换冬价损失了很多薪水 他2010年和热火签下4年合同 2014年重回骑士又是4年合同 2018年离开骑士去湖人又是4年1.53亿的合同 频繁的换队让詹姆斯没有拿到最大的合同 如果从经济利益看 球员签5年顶薪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经济利益 NBA球员都很看重自己的鸟拳 和袁冬家续约就可以拿5年合同 做自由球员只能拿4年合同 冬季奇能拿超级顶薪 一方面是他能力强 二就是他只为独行侠打球 不频繁换球队 所以冬季奇也就拿到了最大的顶心 无论冬季奇是否能率领独行侠拿到冠军 但是在正前方面他要强于詹姆斯 他拿到了自己能拿到的最大工资 他是NBA的西金兽 对不起老詹 冬季奇才是NBA西金王 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球迷朋友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来给我留言评论探讨一下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